主要我就是怕傻了 看我都86了 进这院里的我那会儿才20 二环里就住这个破房住的 还没有人农村住的 这里距离天安门只有三公里 大妈说房子还不如农村好 在北京86岁大妈 退休金能有多少的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有的都走了 有的她都出不来了 你看10号的老太太 原来老娘给儿子溜高 现在出不来了 每回都是儿子溜高 这都我都知道 我跟这儿住一辈子了 你只是在这儿住啊 我20岁吧 结婚嫁在这儿 我现在都86 您都86啊 那看您这身体挺好 身体挺好 没别的毛病 能吃能睡 反正我离他近 早上起来 坐着上会儿太阳 下午没事了老在屋子 你看年事也不成 看手机也不成 这眼是不成 所以门口站会儿 碰见人能聊两句就聊两句 没错 这样才是健康呢 对 这心态 我心态好 吃什么心 跟儿子一块住 儿子也退休了 什么都不用我 原来我就老买做 现在孙儿诈也办不动 享受这十多年得了 是吧 有儿子孝顺呢 有儿子诈我 就得了吧 这是铁知足 你看一个月 你看我们这退休的 我每回到17号 就开支去了 因为拿六千多块钱 花不了了 现在就得好 享受这个后十几年 没错 您这心态是对的 现在吃喝不愁 是吧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现在还能走 有时候推个小车 还能上走市 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 嘿 那您的身体真行 现在一岁大也没劲了 我爱跟年轻一块聊天 你说岁大现在跑去吃就是睡 现在我还能玩玩手机 有的老太子都玩不了手机 玩手机我也不玩别的 什么给闺女发个短信聊会儿天 看看这手机什么短钱的 今天打电话什么的 看上去 别的看不了 您俩孩子 三个孩子 那姑娘都挺大的 闺女都快七十 我结婚早 老头走 二十多年 闺女都结婚了 这也不来 有时候打一电话 也都五六十 六十多了 他们也得看 人家一都有家庭 咱别给人找麻烦 我现在能出来站会儿 碰见谁 我们这老街坊了解的 主要我就是怕傻了 不然这傻的 你说也怎么办 咱就受气了 上养老院也不成 我爱去 这有房子 知足 没错 知足成 看我都八十六了 我在坐着躺着想 我说我怎么都八十多了 进这院里的 我那会儿才二十 一晃这六十多年 六十多年 人家不知足 这一辈子就不成了 我那时候年轻时候 说实在呢 多困难 那时候不北京上班 在郊区上班 我四十三十九 才由郊区调到北京来 做什么呀 那时候这郊区 半个月才婚离一趟 那时候都是公公婆婆 带着孩子 老家们老胡同这都是 对 你看老胡同 二环里就住这个破坊住的 还没有人农村住的 您这说实话倒是吗 你看这小屋子 都是十米多的 在农村的时候来这打工 人家回家给照回这个照片 叫孩子们老人们看 说这北京心里头 还没有吗 这地方 我说你北京 那里的都那什么 还是都愿意在城里头 那肯定的 是不是 你在郊区再好 它也不成 对啊 我这说实在一辈子也就是 那会儿有公公婆婆带着孩子 现在孩子都大了 而且都有自个儿的家了 我这也老了 这自个儿好好活 我现在86 再活10年 得十多年 怎么也得过了吧 活不了100岁 现在就是 你看我这个布 有这儿出来 我站20分钟 有时候这儿不着太阳 那儿靠 是吧 一天不定出了几趟 现在你说哪有那么多正格子 反正就是吃个喇叭 是不是 心态得好 没错 这你看就是16号了吧 就是16号了 你看 就是我还说 我说让儿子给开支 有儿子说 人家关门去 哦 休息走了 没人过两天再说吧 过节了 顾着指着花这钱 就好像都给一辈子习惯 15号开支 对 不说指着那钱 说生活不这么大的事 是吧 实际上那起来也都多 咱家里有点 现金呢 就预备着 出现什么事的时候 是吧 你说这家一点 现金没有也不成 对 那肯定 是吧 所以现在自个儿想猜了 好好活这十多年 心态得好 能活就成 能活这就不简单 很多人都说 活到牢就活一个心态 您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